蓝色衣服的东方龙斯再一次斗负力 舞台由联赛改到精英杯 上一场大胜6比1的东方龙斯 今场同样赢得轻松 在23分钟,牢高居高临下 接应谢敏铃的全中波透锤作入打开记录 15分钟之后,徐德瑞在右路推入禁区 都没什么人骗他 传给机奥运尼,射的脚一样轻松 2比0 这也是半场比数 东方龙斯有多条战线要应付 包括紧接的瓦罐杯分组赛 适当轮换是必须的 何国泉今季首次上阵把关 代替叶鸿暉 虽然在51分钟被对方的中俄攻破大门 但过多5分钟 牢高就涉前柱 再加上队友跳起配合 又将比数拉开到两头,领先3比1 他和郑少伟的庆祝动作有什么意思 郑少伟就在60分钟入带 徐德瑞踢了1分钟左右 就有功课交了 妙传肌奥运尼射成4比1 肌奥运尼就和卢高一样 个人入两个 72分钟卢高就转行做助攻 交给郑少伟射入 亨利今季踢第二场正式赛事 开寨了 又和队友同样的方式庆祝 再加上之后李家俊 又是劳高 分别在75和84分钟建功 东方龙斯结果大胜7比1 晋级4强 什么时候下场 什么时候有入球的朋友问我 我自己都答不出 那不要紧 我自己觉得每一次下场 我听到球迷对我的吶喊声 或者每一次有个机会 可以演化成入球的话 这些就是 就是球迷带给我的动力 有些朋友说 你吉祥物在哪队都拿冠军 今年我35岁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断不断进步 在练习上或者比赛 希望踢多些比赛去提升自己 接下来有瓦冠的赛事 看看自己能力去到哪 还有希望今年帮球队 为面联赛冠军 这些都是我自己下半季 就是新一年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还有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因为这两三年 真的经历太多伤患的困扰 令到自己都曾经有一刻 真的想过放弃再踢球 听到球迷的吶喊声 令我有动力继续踢下去 是的